Hello 大家好 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妹 今天小妹给大家介绍一部 充满美味食物与治愈气息的日本电影《海鸥食堂》 幸惠独自一人来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小镇 开了一家名叫海鸥食堂的传统日料店 日料店里的主要食物是日本饭团 幸惠想用这些朴素的食物来温暖镇子上的人们 尽管是一家日料餐厅 幸惠却给它取名为食堂 是想让自己的小小店铺更接地气 更能给人温暖 但是饭团在赫尔辛基这样的小镇 虽然新奇但也是陌生的 开店一个多月 一直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吃点东西 但是幸惠暗之若素 依旧把店铺打理得亮亮堂堂 一副该干什么便干什么的样子 开着店的时候用甜淡的笑容对待路人 关着店铺的时候就去游泳放松 玻璃橱窗外总会有几个芬兰老太太议论纷纷 谈论者从来没有顾客光临 但是幸惠依然用友善的微笑来面对这一切 幸惠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一个热衷于日本文化的芬兰小哥走进了日料店 这是海欧食堂的首位客人 也因此获得了永远享用免费咖啡的资格 小哥知道幸惠也喜欢动漫之后 询问幸惠 可学小飞侠的主题曲应该怎么唱 可是幸惠绞尽脑汁 也只能想起开头的几句 只好作罢 小哥也只能转身离去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 幸惠还是一直想着这首主题曲到底应该怎么唱 直到有一天 幸惠在图书馆看到一位看日文童话的女人 便想上前询问她 科学小飞侠的主题曲应该怎么唱 正巧这个叫小绿的短发女人 经常在家陪弟弟看动漫 对于这首曲子烂熟于心 两人就这样结识了 后来才知道小绿来芬兰 是在地球遗上随手一指就决定了的 尽管小绿看起来十分潇洒 但幸惠能看出来小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苦衷 小绿来到芬兰后也十分的茫然 她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待多久 于是幸惠就邀请小绿和她住到了一起 然而当小绿知道幸惠做的家常饭菜时 却忍不住哽咽了 或许这是小绿怀念的家乡的味道吧 小绿询问幸惠为何只身一人来到芬兰开料店 幸惠撒谎说 她觉得芬兰人和日本人一样 都会喜欢朴素的食物 小绿也没有再过多的追问 两人合住后 常常早上一起去采购食材 晚上就互相交流养生的经验 让幸惠坚持了几十年的 不仅有健身气功 还有做美味的饭团 尽管饭团很美味 但是这些都是芬兰人所不能理解的 可是幸惠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特色 还有食堂还一直没有什么客人 只有那位爱好日本文化的小哥常来光顾 但是小哥每次都只点上一杯免费的咖啡 这时小绿也从合住的人变成了小店的帮手 还有食堂也迎来了一位奇怪的中年男子客人 这位老哥曾在这家店开过咖啡馆 用咒语这是世界上顶级的咖啡 来交信惠泡出更美味的咖啡 并留下别人泡的咖啡总是美味的这句话 喝咖啡钱就走了 张信惠想起了他的父亲 其实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小绿眼看店里一直没有人光顾 便买回了芬兰人喜欢的食物做饭团 信惠虽然对做饭团有执念 但也不会拒绝 可是他们和芬兰小哥尝过后 纷纷表示不大合适 可是这却启发了信惠 他开始做芬兰人爱吃的肉桂卷 连之前在店铺前议论纷纷的芬兰老太太 都被肉桂卷的香气给吸引了过来 于是越来越多的芬兰人开始驻足 并停留在店里享用美食 信惠也开始不仅仅做饭团和肉桂卷了 还开始卖烤鱼 炸猪排和炸鸡块 海欧食堂的声音渐渐红火了起来 同时海欧食堂也多了一位叫郑子的新帮手 郑子的行李在旅行的途中丢失了 他便留在他转机的城市芬兰等待行李 可是当信惠询问郑子的行李箱里 有没有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郑子却想不起来行李箱里面有什么了 郑子总是会想到芬兰的空气 吉他比赛 他不明白芬兰人为什么会一直如此平和安静 一旁的芬兰小哥脱口而出 因为我们有森林 郑子立马起身去了森林 感受平和的时光和温暖的阳光 回到店里已经很累了 捧起饭团就吃的郑子迎来了芬兰人的目光 海欧食堂迎来了第一个芬兰女人 总是一脸阴郁的站在门外 一天他终于走了进来 在店里喝醉了 酒请后 芬兰女人和郑子相互安慰起来 在大家的帮助下 芬兰女人向他们倾诉了自己的心事 重新开始迎接美好的生活 平和的幸惠就像平和的芬兰 这种平静而又吸引人的魅力 让他们三个女人和海欧食堂未来的命运 都更加的平和而美好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典型的日系电影在平淡 环球悉尼的叙事中 告诉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无非就是一茶一饭的小确幸 珍惜当下就是最美好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